有道是,男人有钱你不花,有人替你花,一,我叫柳希,婚后育有一对龙凤胎,老公很体贴踏实,事业婚姻双美满,好像所有幸运的事都落在我身上了,有句话叫月满则亏,水满则意,我算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在昨天,我发现他绿了我,我跟我老公王凯是一见钟情,十年前,他家条件不太好,他为了多赚点钱,就去偏远地去工作,只为早点把我取进门, 见他这么真心,我爸动用了关系,把他从偏远地区调回城里,婚房我家出的,彩礼一分没要,还赔价二十万 我爸不求别的,只希望王凯对我好一辈子,王凯也不负众望,对我很疼惜,工作能力出色,很快就提拔到管理层,那几年网购兴起,他辞去工作,跟我创业开快递公司,我们很快发展了多个站点 这几年确实赚了不少钱,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天,我在他邮箱发现了租赁协议,他不光出轨了,还包养了那个女孩 这女孩我认识,是公司新来的前台,年轻漂亮嘴巴甜,一米七几的个头,身材也好,凭这些我倒是能理解王凯出轨的动机,但他背着我,包养这女孩 那便是触碰我底线,经商多年,男人在外寻花问柳这点小事,我是不放在眼里的,只要不撼动我的家庭即可 于是我打算先去探探女孩的底细,顺便了解一下王凯什么想法,如若他只是玩玩,我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便是了 但他若是敢跟我玩猫腻,我必定让他死无全失 二,这家公司一直都是王凯在打理,平时我忙于别的公司便怎么来过,只有一些高层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我来这边打探点什么,还真是挺容易的,如我所料,女孩子叫唐月,应届毕业生 爱慕虚荣是必然的,不然他也不会和一个跟他爹年龄相仿的人在一起 但他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信心,就真的恶心到我了 洗手间里,唐月跟另一个新来的说笑,他就站在我身侧,透过镜子,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以及鄙夷我的眼神 王妃他老公有外遇了你知道吗?听说找了个年轻的女孩,好像还怀孕了 亏得他拼命赚钱,还被他老公给骗走了,真是太惨了 话音刚落,唐月便冷哼一声道,人家那是遇到真爱了,真爱无罪呀 男人不爱你,你难不成还要一哭二闹三上吊? 识趣的,早就主动提离婚了 说完 唐月还不忘腻了我一眼,意思很明显,新人一听,立马白眼唐月,他那是爱钱好吗? 那男人还不是图他年轻? 唐月又一笑,还不忘透过镜子与我对视道,这世上的情情爱爱本来就是贪图对方点什么才能长久 难不成要男人守着那老女人过一辈子? 女人年纪大了,皮肤松懈,满眼皱眉,如果我是王妃,我就识趣地给人家让地方,以免日后更难看 我嘴角一边上扬,笑得极其讽刺,拎着手包就要走,但到门口时,不禁说了句,那也要看这女孩子有没有本事,留得住老男人 三,丢下这句话,我潇洒地离开,在我看来,这唐月不过是有点小心机的小女生罢了,要对付她,金钱就能搞定,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 这不,很快我就被打脸了,不等我找王凯摊牌呢,她就谎称出差,跟唐月在巴厘岛私混在一起,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事的,还不是唐月发来她跟王凯的照片和视频来恶心我 说实话,这种情况,我报警说,王凯嫖娼,就能让两人在小城里出名了,但转念一想,这惩罚太轻了,还有可能影响公司利益,但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恶心 于是我联系闺蜜黄山去了BAL会所,这里的男孩可都是帅到爆的呢,黄山都猛了,满眼震惊问我,我没听错吧,你不是只爱你老公吗,怎么还选上秀了,这个王八蛋 黄山听我说完王凯的恶心事,当即咒骂,但转瞬她又担心道,你可千万别犯傻跟她离婚,她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给的,离婚就等于连人带钱一起丢出去了 离婚,我着急离婚也不至于出现在这了,会所灯光令人沉醉,这不,黄山进来就开始左拥右抱 好不快活,而我端着酒杯,一批又一批的男孩,像个筛子一样被我pass掉,到最后,我准备换一家再挑食,一个男生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小麦色的皮肤,硬挺的鼻梁,和那张诱人的嘴,硬朗的外表,又给人一种少年感 说实话,我都心动了,带他去一个安静的包厢,我刚坐下,男生就凑到我跟前来了,姐姐,你长得真好看,皮肤也很滑呀 四,男生骨节分明的手,在脸上滑过,很明显,这是个老手,就在他对我展开下一步动作时,我抓住了他的手腕 眉毛一挑笑道,姐姐是来给你个大买买的 什么意思,我只在这里做生意,违法乱纪的事我可不干 男生紧张了起来,看我的眼神充满警惕,你叫什么 他还试图用假名字,但在我眼神的威慑下,他结结巴巴道,我叫刘,张楠 我满意的一笑,拿出唐月的照片给他看,一次机会,你能搞定这女孩吗 他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开门见山道,我给你租豪宅,豪车,包装你成富二代,你必须知道这个女孩,搞定了我就给你两万,日后跟他交往的所有开销都我来承担 这女孩,不会抢走你老公了吧 很明显,张楠不太懂规矩,我拎包起身,态度冷淡道,你要钱,我要效果,多问就是越界,这规矩,懂? 张楠没有一秒的,游宜就答应我了,如我所料,唐月果然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张楠一次就把她拿下了,每天晒豪门生火,好不快活 而王凯的反应,倒让我挺意外的,他看上去一直有些消沉,看样子,他是动了真感情了,犯了婚姻大忌,这样的男人就像掉进毛坑里的百元大钞,捡起来恶心,丢了,我倒不觉得可惜 只是舍不得我和我家人帮他打下来的江山,接下来,我计划着将财产转移,我要让王凯知道,我柳希可以成就他,也同样可以毁了他 五,第一步,我把爸妈安排到国外定居,这样他们才能很好地接洽我和孩子过去生活 至于我爸妈,我还以为他们会上演岳父带人去揍女婿的戏码,没想到他们比我还看得开 只希望我跟孩子过得开心就好,事情在我的计划中运行着,我照常接送孩子,没想到今天竟然迎来了个不速之客 柳希是吧?王凯呢? 是唐月,他看着我一脸的傲娇,一身名牌在他身上,一点都不贵气 我让保姆把孩子带进家里,在门口与他周旋了起来,转头看着唐月,我心中透着一丝不满 这唐月被张楠缠着呢?怎么这会儿又来闹了?难道张楠毁约了?正疑惑间 我收到了张楠的短信,姐,唐月去找你敲诈了,我觉得这是对你有帮助 多管闲事 我快速回了他一句,然后一脸嘲讽地看着唐月笑问,你不是跟他在巴黎岛秀恩爱,又是逼宫我这个原配的吗? 怎么?这会儿找不到人了 唐月怕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面上有些挂不住,恼怒道,你既然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为什么无动于衷? 我笑了,难道要我发了风似的去找他撕吗?他以为这是演电视剧呢?我未扬起嘴角,带着几分不屑道,你是说你发的那些图片和视频吗? 说实话,这种小场面我都懒得理,只能说明你没有其他女人高明 其他女人?你都知道了?唐月满是震惊地看着我,甚至以那种不可置信的谋色盯着我 六,被他这么一说,我反倒有些不自信了 据我所知,王凯这些年就包养了唐月一人,难不成还有其他狐狸精? 怎么会,唐月被张楠搞到手后,王凯可是黯然神伤了几天呢? 我脸去眸底的惊恶,讽刺道,不然呢? 凭你那点小伎俩就能击垮我? 我说着就要转身离开,毕竟跟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但唐月却拦住了我 上下扫视我一眼说了句,你可真够大肚的,那种情况你都能忍 我有点好奇唐月到底搞什么新花样了,但这种话问出来我就输了 于是我继续蔑视他,你来这里的目的不应该是额钱吗? 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想套路我,你真以为你口中所谓的消息很有价值? 我当然,王凯他都给一阵急刹车声打断了唐月的话,是王凯回来了,刹车声极其刺耳 那车速足以撞死我,我没捎一条,看好戏似的看着两人,王凯下车就冲到唐月面前 指着他一脸怒火的质问,唐月,你来做什么? 说完还不忘乎在我面前,一副休想唐月伤害我半分的模样 我以为王凯是演戏给我看,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王凯的愤怒里透露着一丝慌张 现在的我还以为王凯是假装怕唐月伤害我,后来我才知道,唐月尖锐的叫声将我的思绪拉回 你终于出现了,把我睡了,分手费总该给我吧 接下来,王凯的行为更令人震惊,他上去就打了唐月一巴掌 然后不要脸的说了句,就凭你这种货色还敢跟我要分手费?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七,说着,王凯那只肮脏的手搭在我腰上,拉着我就要进门 你,唐月不死心,拽住王凯满眼震惊道 你答应我的,无论我们谁提分手都会给我分手费,你想反悔吗? 我可是有录音的,你他妈敢威胁老子 王凯奋力一甩,唐月摔在了地上,在转头看着我时,眼神里带着一丝怯弱 既然都闹到这儿了,我没点反应反倒不正常了,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我双手环置于胸前,略显生气地问着,王凯如动了一下唇,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唐月就到 是他主动勾为赢我的,老婆,我,你撒谎 唐月激动地从地上爬起来,嘴上嚷嚷着,明明是你要包给养我的,你竟然敢冤枉我 你是觉得我不敢把咱俩的丑事给曝光出去吗? 你名誉受损了,你公司还能好吗? 臭婊子 王凯气得咬牙切齿,上去又要打唐月 而唐月拿出手机对准王凯威胁道,怎么? 你就不怕事情败露了? 说实话,我还真没注意唐月手机里是什么东西,因为王凯的身子挡在那,我想看也看不到,只听王凯低咒一声,你威胁我 他抢过,唐月手机摔到地上,又捏住了唐月的下巴 唐月表情痛苦,嘴上含糊不清的,不知道说着什么 王凯抬起另一手,将唐月抱摔在地上,然后用他那昂贵定制款的皮鞋一脚又一脚地踩在唐月的脸上,直到他说不出话来,这出戏,真是精彩极了 我鼓了鼓掌,掉头回了家,做梦都没有想到,王凯竟然会对唐月下手,那毕竟是他差点舍弃家庭而疼爱过的女人不是吗? 八,下这么重的死手,可想一个男人这要冷血起来有多无情,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我警告王凯这事的后续如何我不管 总之别给我惹上麻烦,王凯答应后又跟我道歉,说什么他一时糊涂,被唐月给骗了各种的 我抱着女儿,看着那双跟王凯一模一样的眼睛,不禁笑了,当你做出背叛我的事实,想必你也挣扎过,但你选择了别人不是吗? 许是没想到,我会这么淡定吧?王凯连声给我道歉,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我不想我年幼的女儿看到这一幕,轻飘飘地告诉她,我们都冷静冷静后便上楼了,冷静,我是需要时间转移财产,原本我还觉得转移财产做对王凯有点不公平,毕竟我们之间还有一对儿女呢,何况她在事业上也付出了心血,真没必要弄得那么难看,可当我无意间偷看到她手机的短信后,我彻底对这个男人失望了,甚至有些恐惧 因为,她比我先有转移财产的打算,是这样的,唐月娜事后的第三天,我女儿哭着喊着要爸爸,说来也奇怪,没一会儿功夫,王凯就把女儿哄睡着了,正瞧我儿子喊爸爸帮她水枪打水,我便想着把女儿抱到房间睡,可就在我抱起女儿的瞬间,手机从她手里滑落,我从来没有查看她手机的习惯,只是那么醒目的短信真的很抓码 2023年1月20日,13点01分,黄助理,王总,事情都办妥了,9,王凯回,嗯,切记这是你知我知,第三个人若是知道了 你的家人会遇到什么麻烦事,你清楚的,黄助理回,王总,您放心吧 跟您这些年了,什么事该做,什么话该说不该说,我都清楚 2023年2月30日,15点08分,黄助理,王总,事情弄好了,下面是一张图片,我是做生意的,一眼就认出是工商营业执照 法人不是王凯,但公司的名字我记住了,2023年2月11日,时间就在刚刚,王凯给黄助理发了条短信 你去外地找个小鲜肉,要那种有点阳刚之气的,他不喜欢小白脸,实在不行,就包装个大叔 尽快,马的,他简直是个毒夫 竟然想用小鲜肉来勾搭我,然后他有了顺理成章离婚的借口,手机屏幕突然灭掉 我试图密码解锁两次不成功后,将手机丢到了地上,因为王凯的脚步声已经逼近 出门时,正好与他撞个正着,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怀疑当年是怎么看上他这个穷小子的 明明看上去那么憨厚老实,对我和孩子们那么疼爱,果然,爱是会装出来的,女儿睡着了 王凯有些慌,连忙去找他手机,但看到手机跳到地上,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如释重负 回到房间,我赶紧打开电脑,调查那个公司,搞外貌的,隐约记得唐月没来闹之前,王凯跟我提过,跟海外合作的项目 当时我一心想着转移财产,就忽略了这个合作项目,看来,是我掉以轻心了,轻敏了一口咖啡,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时,王凯不过是出轨,为什么要转移财产呢,难道是打算跟外面的女人私奔,不对 她还不至于傻到,拿离婚和转移财产来做赌注,一定有别的原因,毕竟我只调查到她,只有唐月一个小三,唐月 脑海中突然冒出唐月被打的模样 好像,她试图要说出什么,却被王凯踩的脸都变形了,我立刻找人调查唐月所在的医院 王秘书调查到医院的同时还不忘,告诉我一个真相,那就是,王凯派人监视着病房,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这时,张楠也给我发来短信,说他三天都没联系上唐月了,我眯了眯眼陷入了沉思 所以,王凯有天大的秘密,被唐月知道了,不然他派人监视唐月做什么,夜色如墨,我的心头被附上一抹阴霾 一日,我带着种种疑虑,乔装成医生,顺利进入了唐月的病房 此时,唐月绝望地盯着天花板 见我进来,他声音嘶哑道,我不治病,我说了,我被囚禁了,如果你作为医生还有良知的话就帮我报警 我不紧不慢地抽着注射液,劝慰他,病人,您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要听医嘱 文言,唐月迟疑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刚要说什么,被我制止了 因为刚刚那些话说给外面的人听的,我假装给他打针,声音急滴滴说了句,我可以帮你出去,作为回报,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点什么 唐月冷哼一声,谋色带着几分蔑视 看来你是想被囚禁到死,今天给你打的是营养液,你敢保证明天王凯不会毒死你 十一,唐月也不傻,仅一分钟的迟疑后便说出了实情,原来王凯在老家有个妻子,还有个十二岁的儿子 甚至为了接那对母子进城,他早都把房子给买好了,我笑了,我们结婚才十周年,他儿子十二岁了 所以,在认识我之前,他以为人夫为人妇,合着我才是小丑,而我才是真正的小三 答应唐月我会救他出去后便离开了,一路上,没人懂我的心情,原来我跟王凯的所有一切都是骗局 哪有什么真爱,所以,我从一开始的决定就是对的,煞世间,我对王凯仅存的那一丝怜悯,化为了仇恨 既然王凯要给我上演一出好戏,那我便勉为其难地接下这个剧本便是了 前走张楠之前,我让他把事情搞大,将唐月救了出去并保护了起来 半个月后,我跟他给我安排的小鲜肉走到了一起,为了快点结束这场争斗,假装上头邀请小鲜肉去开房 只是王凯不知道的是,小鲜肉在接触我那一刻,就被我策反了 这些日子,我们联手上演一幕幕好戏,即便这些都被王凯派出去的人给拍了下来 这不,一夜未归的我等到了王凯的质问,这是怎么回事 刘夕,我为这个家操劳半辈子了,你竟然背着我找男人 看着王凯那一副心事问罪的模样,我哭着说他如何忽略我,如何让我伤心失望 然后问他,你可以找女人,我为什么不可以找男人 你知不知道我马上要有个合作,你搞出这样丑闻,我还怎么弄 离婚吧,王凯直接亮底牌 十二,我不离婚,你犯错了,我都可以原谅你,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 我哭得淒淒惨惨 皮尔公司,你退出吧 这是协议,签了字我,暂时先原谅你 王凯不耐烦地将协议丢到我面前,谋底闪过一丝脚侠 我假装颤抖地拿起笔,一副哀求状,我签了你就原谅我吗 王凯没心一咒,竟是不耐烦,你签了不会影响我跟其他公司的合作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地原谅你 还有,LP你参与股份的公司,顺便也签下退股协议吧 我不想因为你的事情影响我给孩子们赚钱 哼,是给你前妻和你儿子赚钱吧,见我犹豫 王凯当即怒道,你难道想我多年付出的心血白白牺牲吗 赶紧签,这样我们夫妻还有勤奋可言 嘖嘖嘖,这算盘打得真惊,感情牌都打上了 拿起笔,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退股协议 柳希,我要不是看在两个孩子的面子上,今天我就弄死你 敢背叛老子,咱俩这是,没完 王凯拿着退股协议满意地离开了,我凄惨地叫了一声,你答应你原谅我的呀 带王凯走后,我擦掉了眼泪,嘴角泛起一抹冷笑,我竟然有些期待结局了呢 王凯啊王凯,你做梦都没有想到,本是你套路我的,没想到被我反套路了吧 调查到那个空壳公司之后,我便让黄山和他老公拿下了那个法人 要说这王凯也是真够蠢的,弄了个远房表弟来做法人 一个胆小务实的农村人,怎么会不怕权势 十三,这不,拿到退股协议后,王凯就停了我所有的卡 只留下一张家用卡,这个时候的我,应该去他公司胡闹 不然显得,我也太淡定了点,进入公司,我便将包砸到了他脸上 不顾其他员工,还在便怒指道,王凯,你这个王八蛋 凭什么停了我的卡,你想我饿死吗 王凯的脸瞬间就黑了,见员工失去地离开后 他放下了隔音卷帘,这才骂我,给你钱是老子给你脸面 你他妈还想高消费,怎么,不给小白脸花钱 人家不要你了,这才想起我的好了 你放屁,钱是我们俩一起赚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气得火冒三丈,随手砸了他办公桌上的花盆 王凯也不恼,笑着点了根烟,吞云土雾间对我冷笑道 你不要忘了,你名下什么都没有了,还大言不惭地说你赚钱 你养小三怎么不说,他叫唐月是吧 王凯,算你狠,既然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消停 你给我等着,说着 我拎起包就要走,王凯紧张地抓住了我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嘴角泛起一抹冷笑,看着他直接挑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唐月那点事 王凯谋色一脸,质问我,我跟他那点破事还用说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闹够了没 我闹 我嗤之以鼻,满眼都是威胁道 假如你俩就那点破事还好了呢 把他打伤之后,你对他做了什么 此话一出,王凯谋底闪过一丝心虚 躲避我的眼神还在嘴硬,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十四,我笑了,反讽道 明明可以用钱解决的事情,你偏要冒险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囚禁他了 他被打实说的那些含糊不清的话,是没说出来吧 我去问便知 说吧我就要走,眼下再跟王凯周旋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刚到门口 紧几步之遥,王凯就沉不住气了 眼神都变了,我跟你坦白,但你不能生气 我默不作声,就那么看着他 其实答案都在我心里了 只听他撒谎道,我之前有几个项目偷睡了 没想到被调查了,老婆,我 不等他说完,我故作惊讶道 你说什么?偷睡?你疯了? 此话一次,王凯眉眼闪过一丝惊喜 又继继续装可怜道,老婆,我是一时糊涂 所以这是被唐月那妖精发现了 他就是一直拿这个威胁我 不然我,我不会背叛你和孩子们的 啊,说得比唱得好听 演技可真好,都可以拿奥斯卡金奖了 那现在怎么办? 你一旦被查,孩子们将来都会受影响的 他们还那么小,你怎么忍心 我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满眼都是失望 我就是要让他觉得我此刻对他很着急 听我这样说,王凯突然拉着我坐下 满眼都是温柔和忏悔道 老婆,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假离婚吧 什么?你想干什么? 我略带警惕的目光看着他 内心欣喜无比,没想到他比我还着急 老婆,你别激动,你听我说 王凯连忙安慰我,满口都是为我和孩子做打算 十五,其实这件事我早就想跟你商量了 但我舍不得你和孩子可又有利益牵扯 我也不想事情变成这样,但我没有退路了 王凯说着还不忘挤出几滴眼泪来 如果不是知道真相,我差点就信了,不行 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离婚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爸爸,不就是偷睡吗? 这点小事,给唐月那个小贱人一点钱打发了不就得了? 说着,我捧住他的脸,压抑着胃里的翻江倒海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夫妻,遇到事情了我们就共同进退 你不能光想着自己扛,那些年的风风雨雨我们都扛过来了 这点小事怎么能退缩?偷睡的是我来扛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王凯一点反应都没有 静还叹气道,如果事情能这么轻易就解决还好了 我洋装震惊,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情? 甚至有些好奇,王凯还有什么鬼借口 他捂着脸,估计是不想我看到他虚伪的表情吧 悠悠道,之前投资了一个项目赔钱了 跟我合伙的公司整天追着我讨债 我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呀 呵呵,这是给他前妻和儿子消费出去的几百万找借口吧 王凯啊王凯,你可真是心思缜密啊 我满眼震惊地数落他,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遇到事情了,为什么不跟我说? 现在事情弄成这样,我们怎么收场? 先从哪里收场? 王凯见我激动,连忙安抚我 欠款以及违法的那些事我来承担 毕竟公司都在我名下 我们假离婚,熬过这段低谷期 我们再复婚就好了 十六,我垂眸不作声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王凯以为他以假离婚的名义把公司拒为己有 然后再把公司所有的一切都转移到那个空壳 再重新开始生活 跟他的前妻和孩子 啊,这算盘打得可真响,终于,在王凯百般游说下 我答应了他,假离婚也不能弄得太假 公司归你,房子车子归我 这样才不会被人发现端倪 好好好,还是老婆,你想得周到 王凯乐得不行 我终于知道他有多迫不及待地想甩掉我了 准备过户和离婚期间,我也再给孩子们办理护照 但这期间我也不能让王凯闲着 这不,唐月派上用场了 其实,我答应唐月会给他钱的 但他如果愿意去帮我纠缠王凯 让王凯分心,甚至能从王凯那搞来钱也都给他 对于一个贪心的人来说 甚至还捏着王凯把柄的唐月来说 他当然愿意去纠缠了 当然我也不傻 唐月纠缠王凯后,我便找到他谈话了 毕竟我也在算计王凯 万一唐月这小贱人被王凯收买了 反套路我,我岂不是得不偿失 这是十五万,事成后我会再给你一笔钱 我将装满钱的化妆包推到了唐月面前 唐月经过那件事后倒也沉稳了许多 小心翼翼地收起化妆包 声音悠悠道,王凯没我想象的那么好办 我眉梢一条,看着他一笑 那时,你跟王凯的事我都知道 我还设计让王凯打了你 囚禁你,甚至利用你缠着他 你就一点都不恨我 十七,唐月笑了 有些无奈,我也拿照片和视频 恶心你了不是吗 你不会是怕我被王凯收买 反过来套路你吧 哟呵,小丫头倒是聪明着呢 既然这么聪明,为什么之前那么犯傻 见我一脸好奇 他解释道,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 跟他有长期的发展 当然,能嫁入豪门是我毕生的梦想 但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强人 哪个男人会放着女强人不要 取一个花瓶回家 所以,我跟他无论多少次 我都是为了钱,为了更多的钱 原来是这样 我还真是小瞧了,这小丫头了 他还说他一开始也被王凯给骗住了 但当他发现王凯前妻和儿子的时候 他就知道王凯这个人不简单 所以,他早就做好了拿钱离开的准备 但王凯对他后面做的那些恶毒事 他势必要报复回去 既然唐月都这样说了 我也就放心了 这时,我收到了闺蜜的短信 他说空壳公司已经吸纳王凯三家公司的所有股权,是成了 我满意的一笑 看着唐月说 我有个新计划 你告诉我你需要多少钱 一百万 唐月没有半点犹豫 他需要钱回老家安定下来 达成共识 好戏即将上演 某小区里 唐月追着一对母子纠缠 我躲在暗处录像 那女人衣着朴素 孩子也没有一身名牌 全身上下无论是气质还是什么都跟着高档小区不搭边 既然你们是王凯的人 还住这高档小区 说明王凯给你们钱了 你不知道王凯有合法妻子的吗 你简直不要脸 十八 唐月的尖叫声引来了一群人围观 我以为他前妻是个农村的老实妇女 但下一秒颠覆了我的认知 那女人回头便打了唐月一巴掌 将孩子护在身后 满眼冷漠的看着唐月甩出几句话 你才是那个纠缠不清的小三吧 年纪轻轻不学好 有什么资格来找我要男人 我跟你说的那个男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唐月捂着脸满口讥讽道 跟你没关系 这房子是王凯给你买的吧 你又算是什么东西 你是他什么人 前妻倒也不吝啬 直接了当道 我给他生了儿子 他给他儿子买什么 也是理所应当的 你呢 唐月吃扁 一生气而胸前起起伏伏 我要把你们的事情曝光出去 看他现任妻子怎么弄 敢毁了我 我就毁了你们所有人 唐月说着就要走 哪只迎面就被王凯打了一巴掌 然后被扯着头发咒骂 不要脸 老子没弄死 你是给你脸了 眼看着唐月又要挨打 我连忙让人进去 王凯 你小子竟然躲到这来了 好啊你 还钱 赶紧还钱 带头的是 WO公司的老板 一招被我掏空了公司 这不 带着其他合作方追到这来讨债了 王凯一见这群人 瞬间就黏了 四下查看着逃跑路线 像个过街老鼠一般 欲要躲躲藏藏 可惜 下一秒 他就被人给按在了地上 王凯 你骗了我们那么多钱 合着是在这养小三小四了 你可真是丧尽天良啊你 别跟他废话 带他去警局 说吧 一群人便拉着王凯 要去警局 十九 而王凯垂死挣扎 呼天枪地道 我老婆有钱 我老婆能帮我还 原以为他是向他前妻求救 谁知 这个时候他还想着我呢 我给柳西打个电话 他肯定不会不管我的 你们放心 欠你们的钱 他会帮我的 王凯拿出手机 要给我打电话 下一秒 手机就被抢过去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我老板讽刺的一笑 戳了一下王凯的额头 便骂道 你他妈当我们是傻子吗 你跟你老婆假离婚 他便卖房产之前 还以你的名字抵押贷款了 我们不知债银行 也得找你要钱 你倒好 早就带你们的孩子出国了 王凯 你小子行啊 把后事安排得明明白白 此话一出 王凯双腿一软 跌坐在地上 或许 在这一秒 他才真正意识到了吧 至于他那个前妻 只是冷眼瞥了他一下 便拉着孩子离开了 后面 我才调查清楚 这个所谓的前妻 早就恨透了他 跟别人生了儿子 透露王凯爸妈 一直以此来要挟王凯 而王凯对这个前妻 也够情深义重的 替别人养儿子 还陪上夫人 又折兵了 一个月后 闺蜜给我发来消息说 王凯被银行和那些债主 以诈骗起诉 最后被判了二十年 而我带着一双儿女 在国外过得好不快活 甚至还真结识了一个外国小哥哥 他体贴又善解人意 对孩子们也好 我只感叹 生命待我不薄 奉劝所有女性 无论是夫妻 还是恋爱关系 一定要保持自我的一面 独立的人格 尝迪 5 猪狩